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1月19日凌晨3時,會有一場AC米蘭對國際米蘭大戰上演 AC和國米都是意大利超級杯的上客 AC有7次奪冠,國米也有6次 並且分別排名該項賽事的第二和第三位 而上一次意大利超級杯上演米蘭打比已經到了2011年 當時AC以2比1擊敗國米奪冠 但作為上一屆意大利超級杯的冠軍 國米今次參賽必定會全力復仇 在世界杯結束之後,米蘭雙紅都已經踢了四場比賽 其中AC除了戰勝藥女沙蘭力坦拿之外 其餘三場分別在聯賽打和羅馬、來切 以及在意大利杯加時被拖蓮奴淘汰出局 反觀國際米蘭在世界杯結束之後 首戰走在擊敗之前聯賽一直保持不敗的拿玻璃 雖然之後被蒙沙逼和 但接著在意大利杯又淘汰了柏爾馬 以及在聯賽擊敗了維羅納 可見國米和季初的低迷判若兩隊 但AC在防守高空球的能力不強 已經成為了人盡皆知的致命遠立 他們最近兩輪聯賽的失球 都是被對手投錘破門 而國米正好是意甲賽場最擅長 熬空轟炸的球隊之一 馬天尼斯雖然身高不是非常高 但投錘能力非常出色 他已經連續三仗在各項賽事成功破門 一掃世界盃時的低迷狀態 戰果預測會是AC米蘭1對2國際米蘭